我要問問觀眾朋友 花五千元吃冷凍海鮮 您可以接受嗎 台北市一名劉先生跟朋友到基隆吃海鮮 花了四千三百元之外 還加一千塊的代客料理費 原本花了五千多塊 打算大塊躲移 沒想到海鮮上桌之後 不僅覺得口感不對勁 味道也怪怪的 一再追問發現原來海鮮攤販上演了偷天換蟹 把海鮮從活的換成死的給餐廳 商家不老實 也讓劉先生最後尋求法律途徑 所以不承認 你現在不承認你剛抓死的給我 沒有 我沒有抓死的 我真的確定 沒有 我現在給他請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手下留情一下好不好 打死不承認 我說沒有就沒有 但顧客的嘴巴騙不了人 花鮮 因為一吃起來就很粉燒 有點沙沙 冷冷的 第一道就是沙霞 那後面有幾隻撥起來就爛爛的 就是死掉的那種 4月8號 流行男子與朋友 兩人前往基隆和平島吃海鮮 點了海鮮 海戰車 大花蟹 沙漠 總計4300元海產 外加1000元的料理費 不料海鮮上桌口感有問題 懷疑海鮮被吊包 老闆娘一直說她是拿活的給我們 然後拿活的給餐廳 然後如果是死的話 她願意被車撞 進去之前我有特別交代說 你不要給我投還 貴重海鮮一再強調不要亂來 不過最終還是被吊包 劉先生氣不夠釣月監視器 發現餐廳業者拿到海鮮立刻料理 但活海鮮卻成了死海鮮 殺的時候我先殺那隻花蟹 它是大隻的 沒錯 它可已經脫開 裡面山都挖掉了 它身體是冷凍的 花仲金來吃海鮮結果全部被吊包 當事人更揭露當時也沒有明確標價 線上口頭問報價花蟹每兩55元 一斤880元 但到了乘中台花蟹每兩多了34元 一斤價格以下來到1350元 他們也沒有合法這裡業登基的 基隆市政府應該要好好管管這些市場看辦 我可能不是最後一個 最後消費者微請律師喊罰給店家 也行為小集會與基隆市政府 並PO1提醒網友不要再手片上當 要大家一起抵制惡劣攤商 至於黃宇志張佩穎基隆採訪報導